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下面介绍一下苏里 华人最喜爱的三大社区 苏里位于佩沙河以南西陵三角洲 北边割合与新西敏 高桂林 高桂林港 以及毕特草原 相对 东边是南里 南边是美加边境 从三方面包围了白石镇 总面积大概是317平方公里 人口现在已经接近了60万 居大温第二位 目前在苏里居住的华人 也不但有打工组 更有国际影视明星 以及成功人士赫富裕阶层 房子有地端社区 也有高档社区 此外苏里距离温哥华开车仅仅40分钟 最远到当趟也就一个小时 也不算很远 算是一个相当于北京三环的这么一个城市 多年之前 日本海啸之后 一些华人感觉 道温列治文的地势比较低 担心自己的百万豪宅被搭水冲走 当年有很多人考虑从内陆地区买房子 其中一个很好的地区就是南苏里和白石 所以那个时候一批人从列治文搬迁到南苏里白石居住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南苏里白石成了大湾地区的明星城市 地势绝对高于海平面 由于远离天车 南苏里的治安环境比列治文要好得多 温哥华西区有些学校的华人孩子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 列治文有些学校更是高达了90% 对于那些希望孩子调节本土文化的家长来说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而苏里的学校基本上华人的孩子大约只占到15%到20%左右 那么白石南苏里目前主要以白人为主 印度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北部地区 苏里这样的环境对于孩子学习西方文化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北苏里也有华人的超市 两个大统华基本的购物也是非常的方便 再有苏里的房子设计比较的西方化 甚至比列治文的房子 至少比列治文的房子要有层次感 目前整个城市建设正在进行之中 估计未来的几年 苏里的城市建设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目前也是已经在比五年之前变化了很多 所以苏里的投资买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苏里市有公园支撑的美誉 拥有超过5600英亩的公园面积 15块高尔夫球场以及12英亩的人造湖 还有19世纪早期的拓荒者所创立的红母园 叫红母公园 Redwood Park 苏里犯罪力比较高 但是被外界以讹传讹 因为犯罪力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 北苏里市中心地区 特别是苏里中部地区 因为那边印度人扎堆的地方 与华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目前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试图改变苏里的治安面貌 苏里市加拿大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商业和工业开始发展 潜力巨大 目前要有1万多家公司在此运营 同时也是大温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带动了奴业特色旅游 苏里经常被评为 北溪省最佳职业地点的首选城市之一 苏里分成了七个社区 Claude, Wardell, Fleetwood, Guildford, Newton, Southridge, Valley, Freeze High 其中人们所树枝的Service Center就属于Valley 这里面华人最宠爱的三个社区 是Flywood, Southridge, Freeze High 我们分配介绍一下 先说Flywood Flywood是位于苏里中部的一个区 苏里中部区的最北端 近几年本区吸引了无数投资者的目光 越来越多的华人在这里购房之夜 2012年的12月份 著名的影视明星张博之 以100万加币的价格购入了本区的一个房子 名人效应引起了不少华人迁去投资和定居 Flywood 区内有许多高密度的社区 包括公寓和成熟屋 比较集中的住宅区 独立房当然也不少 Flywood 区因完善的社区服务 配套设施 居住环境和良好的治安二文明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 包括华裔 印度裔 韩裔 以及西人等等 都在那里居住 这里配套了综合性很强的社区中心和公共图书馆 更拥有堪称一流的运动和娱乐中心 叫Service Sport Analytial Complex 包括游泳池 冰球 滑冰 游泳 健身和篮球 Flywood Park 里有对公众免费开放的篮球场 网球场 交通方面 由于本区位于市中部 偏北一点 交通便利 中西方向均有多条道路 Flywood High 更是贯穿整个社区 去往1号高速和99号高速 也是非常的方便 本区呢 隶属于36号学区 区内的Flywood Park中学呢 是在整个BC省的中学里面 排名比较靠前的 OK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Freezer High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台湾村 你在西人里面 集台湾村没有人会知道 花人圈中比较著名 在很多花人呢 在谈集台湾村的房子的时候 普遍感觉到小区的环境是不错的 如果你问本地洋人 台湾村在哪儿 他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 你说Freezer High 大部分人都会清楚 因为台湾村是中国人叫出来的名字 它不是只有台湾人居住在里面 它的实际名字叫Freezer High 位于宿里的最东北角那一块 北一号高速割开 为什么人们叫它台湾村呢 大约在35年之前 Freezer High基本上都是树林 虽然说很少的老房子 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气候 之后呢 一个来自台湾的企业家 找手开发了这个地区 当时社区的设计呢 非常独特 近似一个大园林 而最主要的特点是小区内只有独立房 新建的才有少量的城市屋 而且靠近高速 没有公寓房 更没有连租房 由于社区园林班的设计 和市政府独特的规划 让Freezer High的设计师 获得了许多的荣誉 该区呢 很快就吸引了当地的律师 医生 牧师 房地产经纪 警察 以及政府官员的赞赏和入住 那里邻里之间的贫富差距呢 比较小 因此被人们称为中产阶级的社区 那华人把它叫做台湾村 但是台湾村里居住的 现在台湾人已经寥寥无几 居民以当地的白人为主 其次是华人 再次是印度人 104 Avenue和168 Street 至108 Avenue和160 Street的范围内 区内的中学呢 一度排名不错 后来呢 又搬入了Pacific Academy 该学校呢 一直是一座教会学校 很多美国的大学都认可这个学校 学校呢 从小学到中学 一起哈城 排名大要在10名左右吧 大部分时候就在5名左右 老台湾村的房子呢 大多建于1988年前后 虽然看上去呢 不怎么新 但是设计格局都很好 由于台湾村的房价 适中 学校也不错 更多的本地开发商 在原来的基础上 又开发了新的台湾村 新台湾村的主要是在160街以东 以及108以北 区内的房子呢 新旧程度差距不大 看上去呢 景色都很好 不像温哥华 很多豪宅旁边都会有破旧的房子 富人看穷人的破房子不舒服 而穷人看富人的豪宅 也不会很爽 台湾村呢 就肩膀头差不多齐 台湾村里最贵的房子 大约有18尺的地 5000左右的房 价格呢 约在200万上下吧 现在 普通的4000只新房的价格呢 大概可以在150万到180万左右 同样的房子 比温哥华西区的房子 要便宜一半以上 那么区内呢 也有自己的小型购物中心 有一个小型银行 小餐馆 如果不突不虚荣的话呢 这里倒是一个不错的居住的选择 那么这里居住呢 比较实惠 房价呢 适中 学区呢 比较不错 是中产阶级 值得重点考虑的社区之一 台湾村里面 有一条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车 超市和其他服务设施 也有一些 唯一不足的就是里面没有华人超市 够一般的华人买东西的话呢 去离他不远的 开车 不到八分钟的这个大统华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南苏里 苏里呢 有很大的房屋市场 发掘潜力 特别是南苏里 更是房屋 施工最多的地区之一 南苏里的Grandville 这几年 一直在不停的建新房 南苏里地区 因为临近白石镇 以往呢 都是美国人在此投资职业 但是在市务里市政府 积极的努力下 包括华府 在内的开发商疯狂的构地 原本幻屋的南苏里 地价近几年来 有着显著的飙升 业内人士更以下一站 南苏里来形容该区的 房产发展大势 南苏里的建筑法规 相对比较宽松 土地呢 又非常大 能满足中国富豪 希望凸显豪宅地位的要求 最近 新开发的南苏里地区呢 也因为是名校 豪宅 低价 三大因素 成为华人购房的热点 曾经一度被热炒到 南苏里 近白石地区的 Elgin Central社区 该区呢 独立房是飞沙河谷 升值最快的地区 在飞沙河谷地区更是最贵的 苏里市府开发南苏里地区的力度相当的大 苏里市府既发展商正目前在全新的商助混用小区概念中下功夫 与南苏里打造一个针对中高收入人士的圈芯市中心 据了解 该区吸引华人移民的主因 除了南苏里 九沙纳斯之称的Elgin社区之外 多年 三年飞沙研究所学校排名榜首的顶级四校Sars Ridge私立中学 更受华人家庭的青睐 也是一大卖点 南苏里是很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只是那房价比Frize High Frize Wood要贵一些 这里呢 原因是靠海 学区好 地势高 环境优美 治安良好 居住的人呢 很多是Businessmen 或者是退休人士 是宿里的 富人比较多的地方 当然这些人呢 也就无需到Downtown上班了 所以的话 在南苏里居住 是他们的首选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节目有用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谢谢 欢迎订阅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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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转发